为了洗刷行人地狱的恶名 警政署21号表示 6月30号开始 只要斑马线上有行人 无论是远或近 驾驶都要停让 但是交通部长王国才 现在确定要暂缓实施了 主要是因为考量到 这样的方式不太合理 恐怕影响到交通 因此将会朝向以中央分隔岛 来让驾驶判别 行人是处在离车辆的近端还是远端 所有细节下个礼拜一 也会跟警政署来一块讨论 行人走在斑马线上 汽车要转弯之前 都得先停下来离让行人 或许警方以人车距离三公尺 来作为执法标准 但不少车辆行驶速度太快 三公尺难以拿捏 警政署因此提高执法标准 21号原先公告的方案 是只要有行人踩在斑马线上 汽机车不论距离行人 多远多近都要停下让行 否则将面临最高6000元罚还 还要上三小时的道安讲席 有民众觉得实在太严格 驾驶有点不太方便 他应该也是不会真的过来撞到我们 所以我是觉得是还OK的 当然是比较好 因为这样对行人比较安全 警政署想要在他的执法标准 比较明确一点 但是我们觉得这样是不尽合理 而且对于车流影响太大 就怕警政署建议的措施 不论远近驾驶都要停让 恐怕造成交通拥塞 交通部长王国才21号紧急 跟内政部长林又昌来联系 决定要暂缓实施 目前交通部研议的新制方案 主要是以中央分隔岛 让驾驶判别 行人究竟是处在离车辆的近端或是远端 近端区域是指行人 走到过了分隔岛的斑马线上 驾驶就要停让 而远端则是指行人 走在分隔岛前端的斑马线上 下礼拜一 司长这边会做一个会议 来讨论执法的一些标准 然后邀请警政署来一起来讨论 交通部强调停让行人 新制的相关细节 预计下周就会定案 就盼能洗刷行人地狱的恶民 这里属于陈建国台北采访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